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好视频聚焦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精心打造了全新公众号 落成焦点 每天为大家推送最新洛杉矶当地新闻资讯 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落成焦点公众号 据CNBC报道 美国的雇主们面临着一个有趣的挑战 如何在比现在职位少100万的情况下 填补进1000万个职位空缺 他们的成功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近期就业岗位大幅增长的势头 能否持续下去 美国劳工部星期五报告说 大约有870万潜在工人正在找工作 他们被列入失业人口之列 与此同时就业网站Indeed估计 截至7月16号 也就是政府阅读数据样本期过后几天 约有980万个职位空缺 各公司一直在使用各种手段来吸引人才 包括签订奖金 提高工资和灵活的工作安排 随着新冠大流行改变就业市场 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 全球保险经济 风险管理和咨询公司 盖拉格的人力资源和薪酬咨询业务的 全球董事总经理 斯科特·汉密尔顿说 这是近期记忆中最复杂的劳动力市场之一 最大的因素之一是雇主基本上不得不买回 求职者的新冠生活方式 盖拉格公司刚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大流行时代 雇主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工人 其中一个诱惑是 19%的公司说他们提供宠物保险 预计在未来两年内 这项福利将升至27% 他们还提供折扣项目 法律服务和身份盗窃保护 不过71%的受访者表示 医疗和药品福利 仍是他们提供的最重要的附加福利 近几个月来 就业增长一直在飙升 周五公布的7月份数字显示 新增94.3万个就业岗位 这是自2020年8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此前两个月分别上涨93.8万和61.4万 三个月平均涨幅为 令人印象深刻的83.2万 尽管如此 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因为与疫情爆发前的2020年2月相比 目前工作的美国人仍少610万 汉密尔顿说 劳动力参与率持平 所以这只是就业机会的重新增长 所有的就业数据都很好 但我们仍在增加就业 所以当人们带着改变的期望和生活方式 重返市场时 它将变得更慢 失业救济可能是关键 一个重要的因素迫在眉睫 那就是增加的失业救济金 将在9月份到期 确实又报道称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许多工人都克制自己 不去做他们不想做的工作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经济缓冲来等待 即使对病毒感到担忧 重返工作岗位的需求也会开始增加 Indeed公司的经济研究部主任 尼克邦克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 对于那些不迫切寻找工作的失业者来说 钱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令人担忧 更多的人表示 失业保险福利结束或财政缓冲资金不足 是可能促使他们去找工作的重大里程碑 长期以来福利增加儿童保育问题 对流行病以及现在的Delta变种的恐惧 一直是让人们失业的首要原因 每一个都可能继续发挥作用 尽管针对Delta病毒的新预防措施 可能会成为首要和中心 法国外贸银行美洲首席经济学家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白宫首席经济学家 尼瑟夫·拉沃格纳说 他们都很重要 都是相互关联的 所以我想这要取决于秋天的情况 学校会重新开学吗 如果他们不重新开放 如果人们送孩子上学的能力受到限制 一些人将面临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压力 7月非农就业报告在多个领域 带来了一系列好消息 虽然总就业人数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但确实增加了104万人 随着失业率降至5.3% 劳动力参与率至少小幅上升至61.7% 一项衡量就业水平与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之比的指标 这一指标对美联储决策者至关重要 升至58.4% 为2020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目前仅比峰值低2.7个百分点 在夏季即将结束之际 说服工人填补历史上最高水平的职位空缺 将是一项不同寻常的负担 这对经济至关重要 标普全球评级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贝斯安博维诺表示 我们经常会遇到多云天气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Delta和Delta Plus地区有关 仍然有很多不确定的部分 我还不会说游戏结束了 非农就业数据的强劲增长 为美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好消息 而还有很多岗位仍然需要大量的员工 CNBC撰文整理了 目前美国需要雇员的各个行业 据CNBC报道 酒吧 餐馆和酒店的招聘热潮在7月份继续 对厨师 服务人员和住宿工人的需求 令美国就业人数又一次强劲增长 包括餐厅和住宿在内的休闲和酒店业的整体就业人数 再次上升 增加了38万 在这些职位中 餐饮服务和饮酒场所的职位略多于25万个 经济学家表示 夏季的高峰期和对新冠的放松担忧 正导致更多的美国人外出就餐 并引发了该行业的强劲复苏 该行业在2020年的大流行中被掏空 美国劳工部指出 最近休闲和酒店业的复苏 使得该行业的就业仅比2020年2月低10% 2021年7月就业报告的头条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上个月增加了94.3万个就业岗位 失业率从5.9%大幅下降到5.4% CNBC基于政府就业报告中的数据 研究了7月份各行业就业的净变化 政府招聘也建立在最近的反弹基础上 净增加了24万个工作岗位 由于大学和其他公立学区在2021年秋季学期之前 人手充足 州和地方政府贡献了大部分增长 美国劳工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7月份休闲和酒店地方政府教育 专业和商业服务领域的就业岗位显著增加 受疫情影响 教育部门的人员配备出现波动 这扭曲了正常的季节性储备和裁员模式 可能是导致7月份就业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增加了2.7万个和1.1万个工作岗位 而运输和仓储行业则增加了近5万个工作岗位 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增加了46,800个 广泛的专业和商业服务行业增加了6万个 零售业就业人数温和净减少5,500人 由于美国人减少了家庭项目 春季园艺销售降温 建筑材料和园艺用品商店当月失去了3万个职位 周五在强劲的7月份就业数据发布后 美国总统乔拜登抵制住了庆祝胜利的诱惑 而是告诉美国 不断上升的新冠病例对经济复苏构成了紧迫的威胁 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 我今天要传达的信息不是庆祝 他说这提醒我们 我们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既要战胜Delta变种 又要继续推进我们的经济复苏 据CNBC报道 高传染性的Delta变种目前至少占全国新感染病例的80% 尽管存在对Delta变种的担忧 以及美国在劳动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挣扎 上个月的招聘仍以近一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 根据劳工部统计局的数据 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94.3万 而失业率下降到5.4% 新增就业人数比经济学家的预期高出近10万 失业率下降了10分之3 比专家预测的要低 在吹捧经济复苏的力度和弹性时 拜登在上周五做了一件他很少做的事 他指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证实了他的观点 他说 我们正在做的是有效的 别相信我的话 华尔街的预测者预测 在未来10年里 我们的经济将增长数万亿美元 并将创造200万个高薪工作岗位 但7月份强劲的收入数据并没有准确反映 最近几周令人不安的新情况 Delta变异导致的新冠病毒感染和住院人数上升 这是因为劳工统计局阅读就业报告的实际数字 只是在每月的第二周计算 基于该周的数据 在计算7月就业数据后的三周内 全国部分地区的医院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又开始爆满 这促使一些大型雇主和学校 冻结了在未来几周全面重新开放办公室和校园的计划 白宫身为关切的是 不断上升的新冠确诊病例数量 可能会使经济复苏停滞不前 危及拜登的国内议程和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举机会 几个月来 拜登政府一直依靠激励措施 名人代言和地方宣传来说服美国人接种疫苗 但在过去一周 拜登政府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在众所周知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等式上 又加了一根大棒 不能证明自己已接种疫苗的联邦雇员 将在工作中受到一系列令人不快的限制 比如与接种疫苗的同事分开 五角大楼还宣布计划将新冠疫苗 纳入为美国军人注射的强制性疫苗中 拜登在周五的演讲中没有触及这些措施 而是选择描述政府为保护经济复苏 而颁布的各种措施 他反复提到新冠是 未接种疫苗者的大流行病 一些批评者说 这个短语未能反映出不断增加的病例 和恢复口罩令等产生的普遍影响 正如白宫经常指出的那样 90%以上的新冠住院病人 是没有接种过病毒疫苗的人 虽然接种疫苗的人可以感染和传播新冠 但他们通常表现出 类似于流感或鼻痘炎的轻微症状 白宫助手公开和私下表示 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 比例顽固地居高不下 占合格接种者的30% 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一种病毒及冠状病毒 基本上造成了两个不同的 平行的公共卫生挑战 在一条轨道上的是 1.66亿完全和部分接种疫苗的人 自3月以来 政府没有正式跟踪他们的 个人新冠感染情况 对他们来说 这种病毒看起来 更像过去几年的季节性流感 而不像2020年数百万美国人 在疫苗上市前经历的那种 令人虚弱的持续数周的肺部危机 但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来说 其中许多人集中在美国东南部 这种Delta变种病毒 与去年最初几个月的原始病毒 一样致命 而且传染性更强 然而拜登认为 有理由感到乐观 他说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在过去一周 我们看到美国首次接种疫苗的人数增加了400万 这比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到的都要多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每期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早间5点45分 聚焦落成 与您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